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 强调亲美形象 更抛出九二共识没有共识 而中共七月中举办海峡论坛 国民党将由副主席夏立言视讯参与 被认为是要平衡亲美反共路线 拉回深蓝 而马英九则主张 再把九二共识讲清楚 九二共识再拿出来讲清楚 对啊 本来就应该 其实九二共识本来就很清楚 大陆把它看作是定海神针 台湾是看成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 没有这个东西 两岸怎么可能谈呢 陆委会表示 海峡论坛无论用什么方式召开 都是对台统战 海峡论坛无论实体或视讯 录影 不改变其统战平台的本质 我们呼吁国内各界 因留意社会观感 掌握国内的民意脉动 以及国际视听 切勿配合中共对台统战操作 共同维护国家主权 及自由民主 民进党团指出 中共避开台湾政府 与个别政党对谈 不是政途也违反国际惯例 但是因为有像双城论坛 像海峡论坛 这种走后门 走小路的方式 所以中国就可以对台湾 做政治上面的控制 我们走后门就好了 他变成在台湾的民选的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的民选权利 他们都要有指定接班人 只有我认可的政党 国民党才可以执政 不然我政府之间不跟你谈 韩话再也别让民主政党政治 遭中共控制 沦为中共指定的接班人 现场第一次台北综合报导